有一种他俩是代表咱俩出来的感觉 我感觉我们俩有点像导师了 其实不是这样的 那我要跟阿兵来这边了 所以我就在深江湖这边督战 那就接下来舞台交还给两位解说 冰哥怎么这么快把耳机戴上了 已经进入到作战阶段了吗 冰哥 冰哥来点决赛前狠话环节 太认真了 冰哥 冰哥先来吧 就好好操作一下吧 好好操作 冰哥这个人狠话确实不多 枪宝来一个真的 你今天一摆烂摆烂到决赛了 这决赛不能再摆烂了吧 套个绝活 你套个绝活 有没有什么线索 有点像约戴人 有点像约戴人 可以 刚才其实枪宝已经给我透露了一下 他的绝活英雄好吧 待会你们就等待接受制裁吧 也给大家再说一下 在整个SoloKing决赛的环节我们采用的是BO3的征招模式 但是这一次依然会有这四十几个不能选的英雄 冰哥你问我玩啥吗 你再问对面是吧 他们两个现在在友好交流了 他们两个在凤凰沟通 我可以把麦凑过来 来了 BP开始了 大头直接被绊 经过今天这一战 大头已经在班位上买房了 南刀 属于下半的 这南刀锋是搬着玩的吧 冰哥这个班人我看出来了呀 他就只是觉得大头是威胁 是 待会直接 好吧 surprise 你们那边直接锁了吗 因为我们想好的 这么变态吗 对 这个枪宝刚已经选好了 冰哥我给你看一下 我给你打探一下 不行不行 不能亏评啊 我在这就能看到好像 这个真不能选 你可以给点提示 但是不能说 冰哥他选了一个波比 他选了其中一个波比 可以 一共四十几个波比 就波比 英雄联盟里 除了一个英雄不是波比 是锤行赛小炮之外 上下都是波比啊 可以 我们那个 坏了 冰哥 这个有点坏了 怎么办 冰哥这个英雄一选出来 那是要吃肉的呀 枪宝 这个对局记得看 这个对局死死有点难打 是不是 太肉了呀 这鳄鱼啊 冰哥你这首鳄鱼 打火焰波比 有没有说法 鳄鱼打这个火焰波比 有没有说法 我觉得好打 很好打 可以 今天我们BP上吃亏了 来看看 冰哥这把如何操作 我们 盛阳哥在研究符文 其实我必须要说 这个 如果大家关注过 前两年我们的节目 这个冰哥跟米勒 也是solo过的 实不相瞒 刚刚当时 跟冰哥打了个三比三 而且正好也是鳄鱼 是吧 那差 我来了个小鲠鱼 把冰哥 今天冰哥如果夺冠了 我是不是 你是solo king亚军 实力啊至少 就是历史地位 急速上升了以前 没问题 来吧 看看双方的一个出门装 冰哥你要这么出吗 冰哥 冰哥你这太不 太不给面子了吧 这太 这橱装也太变态了 什么橱装啊 弄得这么玄乎 兄弟一会儿你看一下 这个橱装 可以啊 我只能说这个橱装变态 他妈给变态开门 变态到家了 真的 太变态了 这个出装 你看到那一四年 盛强哥要颤一下的 盛强哥已经自我预判了 买了个1200 哎呀 幽魂斗篷 哎 这个W喷上去 阿兵没掉血 这怎么办 直接第一波冰还没出轿 回家吗 枪宝 算了 取消回程 这对局 我说真的有点难打 对于你来讲 主要太肉了呀 这鳄鱼 打不动啊 冰哥 刚才念了两个词好吧 冰哥说别吃别吃 别吃 德赛来全吃了 我感觉德赛来着 你也吃不到呀 确实 这个英雄的差距就会太大了 我只能跟你说 好在不是手游 手游的Q是非指向性的 可能刀都补不了 这个端游Q是直接点上去的 还能补补刀 哎呦 这打不动啊 这鳄鱼 直接转AD吧 枪宝 看看冰哥这波怎么操作啊 现在有一个60左右的怒气 E上来了 红弩W控制抵消 AE A红弩Q 没有红弩Q 但是AQ了 冰哥这一套丝滑呀 你那边打了个真复仇 我们那边三分之一血了 只有 我们那边打了个电刑 掉了一点点血 主要这个幽魂斗篷 真的有点太变态了 这个出装 哎 没办法 只能说BP被counter了 我E上来直接是 通过安妮那个小护盾 拉开距离了 冰哥夸赞到好反应 哎 冰哥发出灵魂拷问 为什么安妮的异能加速啊 呃 冰哥也在云是吧 看来有日子没见到这英雄了 理解一下 理解一下 跟Crying也没做过队友 没见他玩过这个 这不刚来 果然你走了吗 哎 哎 到底来没来 你在说什么 就是刚来全明星赛嘛 果然你现在不在 那是那是 五级大鳄鱼啊 现在对于这个安妮来讲 很难受 哎呦 现在 盛江哥只能用头脑玩游戏了 我觉得现在操作弥补不了这个鸿沟了 但是你要想 安妮也是打一套的 你跟鳄鱼打一套 你好像怎么都没机会啊 主要他这个幽魂抖横实在是打不动 而且这是个小回推线 哎 泽源能抱一下补刀吗 我这边看不到 补刀是 23个刀 哎那还可以 我们这边22 确实还可以 但是我们很难通过补刀赢呀 你要想 我们主要是补刀好了 回家出装备呀 我们把这个 王后之免一出 哎 有机会 兵哥想卡这个线上来 独打一套了 这个线是一个长回推线 嗯 兵哥 慢慢的吃兵 哎 好补 但现在这个兵线一直在玩 哎 直接丢大了 先打一波再说 鳄鱼也开大 呃 说实话 消耗 这波打完安尼没什么感觉 就是鳄鱼没什么感觉啊 没事 先消耗一波 哎 但是阿兵这个状态 确实有点满 又是一个红度的Q 小兵直接刮完了 真的是有点打不动啊 这个鳄鱼 呃 这样 好操作 接下来再打持久战 这安尼很难玩啊 一上去 兵哥已经在推线了 想推线先回家了 这鳄鱼真的是横冲直撞 啊 这一波补完可能我们枪包也要回家了 呃 我看到兵哥点到那个欲出的装备 真的有点太 太残忍了 兵哥 你是兵哥呀 你不能搞那种装备呀 太残忍了 这个出装 你得搞输出呀 这个出装 小虎直呼内行 都因必为他点赞 哎呀 就这个出装真的有点 有点有点太太厉害了 这个出装 我大概懂了 我大概懂了 成绩是 三件套呀 这三件套已经出不成形了 没事 我们枪包这边的王后直美也有了 但是说实话 这个打持续伤害感觉还是鳄鱼顶一点啊 那肯定的 因为照这个趋势 我感觉两边要拖到七分钟了 可能要打这个决胜圈了 哎 但现在我们至少有个套子啊 鳄鱼不太敢过来 扎野了 哎 圣香哥这个思路也还可以 他是玩那种巧的 对 圣香哥 用头脑玩的呀 但是兵哥绿甲出来了 哈哈 这兵哥 兵哥你变了 兵哥你不会第二阵出引魔刀吧 兵哥现在不仅是瘦了 这出装 模式怎么也被同化了呀 哎 兵哥听到我说完 直接去找引魔刀了 哈哈 你还场外指导是吧 开玩笑 兵哥听不到呀 那只能说是我跟上了兵哥的思路 可以 好吧 你想在兵哥前面了 哎 哎呦 这绿甲一出 枪包 现在 有点头疼 一上来 AW A 二段一 AQ 打一套 再A 征服者点满 哎呦 这波换血 鳄鱼其实也没啥伤害 但是安妮确实拿他也没啥办法呀 是 主要我们这一波有个王后之勉 可以稍微的顶一顶 嗯 兵哥这边40怒左右 刮一下小兵 安妮把晕交了 兵哥没有急 嗯 哎 枪包这 安妮感觉是练过的 应该总决赛期间 不仅是烟雾弹 应该是真练过的 哎呦 一个W把兵一吃 又回家了 哎 当时确实我们 在决赛的时候 还分析过说 有一手这个上单的安妮的可能啊 对 偷偷练过的 哎 当时也是为了打男枪 好像是说有这个准备 是 兵哥吃了一层肚层 现在卡草丛 安妮手里三层被动 兵哥要出发吗 我们现在王后之勉 还有十几秒的CD 现在两边进入到白肉化阶段了 已经六分半了 还有最后30秒 啊 最后的决战 最后回国家 这一波要回家更新装备了 兵哥你不会真买隐魔刀吧 哎呀 兵哥太变态了 我好喜欢 这个出装真的 我只能说 圣强哥看到直接流泪了 我们这边也更新了最后的装备啊 好 决战了 决战了 没办法 来吧 哎呦 七分钟已到 七十已到 这三件套太杂实了吧 看看圣强哥能不能借着七分钟拿下呀 下来晕下 不掉血 哇 这安妮直接没伤害 有点离谱 而且关键现在还有个救助灵刃在身上 缩圈了 缩圈了啊 我们看到小地图的这个红圈 一上来 W咬住 再一个AQ 嗯 圣强哥拉扯的还可以 但是这个伤害完全不是一个等级的呀 嗯 破碎 王冠之免已经被打碎了 圣强哥趁着缩圈前 最后一刻把这个血药吃上 冰哥也反应过来了 但是他这个血量感觉都不用吃这个血药了 是的 血几乎是满的 十一级打十二级 冰哥想等到最后吃一下 把血量吃满 哦呦 冰哥好细啊 来 吃一下 等等等到最后 冰哥 好 吃满 这样安妮吃不到 好细节啊 现在开大马 一上来 W咬住 直接开大招 哎呦 完全没有伤害啊 这 这打完了就满血 冰哥 恭喜阿斌 决赛1比0领先 这个太折磨了 太折磨了 没事啊 我们第一把的BP出了大问题 教练背锅 为什么要选这个火焰波比呢 圣强哥这个火焰波比准备 你觉得效果怎么样 我这个绝活有点失败 看你 有点失败 下一场有什么策略想好了没 下一把 下一把选一个他喜欢的英雄 OK 有线索了 喜欢的英雄 可以 那我要问一下冰哥这边 哎 冰哥在跟对面讨论 那等一下 等他俩先聊完 好 他俩还是想稍微讨论一下 好 因为刚才也说了 第一场打完之后 第二场会稍微的娱乐一点 看他们这个娱乐一点的英雄 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娱乐一点 不会特别娱乐 应该不会特别娱乐 兄弟们都是抱着夺冠的心态来的 现在冰哥毕竟一比零领先了嘛 对吧 可以选一个 可能大家比较期待的英雄 来了 看看第二把 现在裁判在 等待两边进入游戏啊 这个英雄感觉可以稍微给点提示啊 大家弹幕也可以交流一下 你们那边已经定了吗 不会吧 因为枪宝不是在赛前有透过底吗 就是第二把两边会选一个 比较冰哥比较招牌的英雄 看一下 我们这边已经准备好了 OK 待会儿进组期待一下 好 那我们决赛的第二局游戏已经开始了 冰哥上来的话 还是保持着一个随缘班 上来随便班一班 反正两个人也都知道 这个班人是无法限制对面的 你看吧 很娱乐嘛 但大头还是要班啊 大头班了 这个早上好 大头玩家出来 看看会不会是那个英雄 看看 OK 你们又选了吗 OK 我又要跑过来看一眼了 是吧 我来看一下 这个英雄应该是商量好的 你们认真的吗 肯定认真的呀 呃 冰哥要来了吗 要来了 今天绝对要来了 冰哥 但是枪宝你这什么意思 就是天赋还是有点 不太会点吗 这里这里这里 可以 我也体验了一把 那个教练在后面 告诉他英雄在哪的那个 没事 体验 冰哥没找到第一时间 没事 我问你这个天赋还会点吗 天赋我在研究 等一下 在研究 现场研究 冰哥我来问你一下 嗯 这个这个英雄 这个英雄有自信不 有自信 非常有自信 可以 就准备用这个英雄夺冠了 是吧 我们这个也很自信 今天打完之后 VGame就可以一键配置 阿斌solo夺冠符文了是吧 可以 来看一下两边这个天赋啊 你们那边天赋点了没有啊 我们这个天赋现研究的 在我看来 嗯 打脆皮还可以应该 我说实话 我们这个天赋 冰哥是真的有点 又是有点变态的那种 可以 记得一下 看一下好吧 来吧 我们来看一下 决赛的第二局 冰哥直接来了一首爱离 好吧 阿斌学坏了呀 比起这个电型 阿斌看到这个电型 就一句话 你已经炸了 呃 盛香哥现在还在研究出门装啊 稍等一下 阿斌直接一个细水长流好吧 这个爱离不停的消耗 可以 两边研究了一下 商量了一下 两边的出装应该都是一样的 给大家说一下 之前飞机为什么会被搬啊 第一是因为大家觉得 就是两个飞机可能会进入到一只发育 第二是 之前solo赛有个这种情况 就是把导弹包留到决赛圈用 就是把对方推出去 有点太赖皮了 但是当然这把是经过双方的一个 这个商讨决定 直接用飞机去高下 哎呦 偷点了一下 破了骇骨 但冰哥Q到了 还带了爱离 这下Q有点痛 这把 两个人应该不会特别早就拼到底吧 哎 已经拼起来了 躲了一个Q 哎 冰哥这个技能命中率 打不过呀 时间过这里 直接被打成了残血 哎 哎呦 冰哥这飞机打的确实有水平啊 而且一定是要给大家科普一下 嗯 冰哥没学达不了 冰哥学了二级Q 完了 直接比输闪现 哎呦 冰哥说了 懂不懂我飞机的含金量 含金量 含金量 这波直接二GQ打懵了 怎么说 AW 瓦尔基里俯冲起脸 但是 圣强哥也把瓦尔基里俯冲交出来了 那这样 冰线上冰哥领先很多 而且冰哥带了吸血 回家 回家 我们细水长流 你们这电型都细水长流吧 这不行了呀 没血量了 这冰哥对这个 飞机这一套 还是研究挺深的 这样冰哥可以领先一些经济 第一波回到家里 嗯 呃 冰哥觉得这个飞机推前有点太慢了 你可能上单英雄玩多了 确实 这种前面需要发育的英雄 推前肯定不能给你那么快啊 把下补补刀 现在天亮哥还在疯狂跟阿斌交流 出装细节 呃 两个人讨论了半天 这个都觉得这种比赛裸顿弓是最好的 是 主要这把又是 圣香哥就是那种闪现的忠实拥护者是吧 圣香哥 自己说了不带闪现 但自己老忘记 就他一定要带闪现 哎又来了阿斌 哎呦 直接打一套 圣香哥你W呢 这怎么感觉伤害差好多啊 不是圣香哥W去哪了呀 W在手上呀 捏得比较死我们 哦 就藏一手W 对 下届少路赛在用嘛 可以没问题 但现在血量有点堪忧 两边都是六级 一边是五级阿斌还没有升六 但也快了 阿斌这个车吃了就升六了 嗯 阿斌升六 回身 直接走位扭掉一个林弹 然后回身大导弹又命中 哦呦 这个爱黎带胶着的大导弹 确实是有点东西 这个消耗能力太强了 现在主要圣香哥这个位置 说实话 这个长线可能会被兵哥追死 如果你这么压的话 然后可能找到一个机会 就要上了 兵哥这咱惯着他吗 兵哥 这不上吗 来了兵哥出动 哎呀 又是一个Q 好痛啊这个Q 兵哥抢七级 来了 直接出动 上来要打到底了 挂点人 飞机这个位置 被大导弹打到 看两发导弹 一发 哎呦 准准准 哎呦 这波 兵哥你把刚才跟圣香哥 算了 兵哥 兵哥刚才跟圣香哥说的是 我是不是很准 圣香哥感觉没办法 太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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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仅准还很快 这个冲得太快了 这个瓦尔西里浮冲 感觉直接把圣香哥 一写拿完之后 这个经济要巨大领先了 哎呦 兵哥回家 我们这个solo赛啊 也是完成一次击杀之后 会给你一次这个超级回程啊 是 防止你出现杀了人 但是回家更慢的情况 也是很贴心啊 现在我们还有机会吗 兄弟 这个装备差距 你觉得还有机会吗 我看不到你的装备啊 我们这边是不朽顿弓 加一个魔抗斗篷啊 点了吧 呃 点不了 这个点不了是吧 嗯 要么兵哥我们打个决胜局 商量一下 呃 兵哥听不见啊 听不见听不见 这边我们戴着耳机 听不见你说话 这炮车钱也太多了 盛强哥说 来看一下这波 上来先破一个骇骨 兵哥回身 走位 这波打了还可以 技能都打 打命中了 兵哥打回身 累了是吧 这波 但是主要现在 兵哥有一个 诶 失误了 盛强哥 扛下塔 兵哥有一个不朽顿弓 我有阴险的 穿兵啊 没有穿到 再一个阴险的啊 也没有穿到 再一个啊 这下中了 兵哥这边 纯纯欲动了 哦 盛强哥感觉想打一波 然后回家 把兵线先清了 先把我们的城装做出来 来看一下兵哥这波咋办 哎呦 没有没有耳道 回身打起来 对平 兵哥有不朽顿弓 我的妈呀 这个盾 这个盾也太厚了吧 闪剑没交出来 恭喜阿斌 拿到我们2021年 LPL全明星 solo key 冠军称号 恭喜阿斌 我们圣强哥也是 获得了亚军 虽败有荣 虽败有荣 我们是不是要给阿斌 来一个非常简短的采访 来吧 说一下你的获胜感言 算是完成了一个目标吧 毕竟去年就是 solo才是亚军嘛 今天拿到冠军 是开心的 好可以 突破了去年的自己 盛江哥评价一下 最后一场的solo 最后一场熟练度差了一点 熟练度差了一点 问题不大 问题不大 主要对于阿斌来讲 我觉得今天确实来了 就说了是志在冠军 今天阿斌来 看出来就很自信 是的 也再一次恭喜阿斌 那当然一会儿 也请两位 回到我们的舞台中央 应该是有一个颁奖的环节 是的 我们来 等一下我们主持人的召唤 好 出事 恭喜斌选手获得了 2021LPL全明星的 solo king称号 也有请斌选手来到 我们的舞台中央 恭喜斌选手来 请到舞台中央来 首先还是要问一问 因为去年也是亚军比较遗憾 然后今年是冠军了 觉得今年自己表现更好的地方在哪呢 就是玩得比较自信一点吧 更自信了 其实一定要问一下 因为其实刚刚solo king最开始的时候 声唱歌说 今天不摆就行了 但是决赛当中是跟他最上了 碰到这么有经验的选手的时候 你的一个内心想法是什么样子的呢 就是在想会玩什么样的英雄来打我吧 可是你们不是商量好了吗 所以你们这个是怎么个商量方式呢 第一把的话就是盲选嘛 然后第二把就是商量了一下 其实说实话 今年的这个全明星solo赛 包括我们两位解说也站在这个台 后面一直在解说你们 然后你们呢也一直在指导别人 或者自己上台打 在后面指指点点的感觉更好 而自己在那打的感觉会更好一点 那肯定是自己打的感觉更好一点 因为看别人玩 有时候他操作就是看着不是很舒服 这个可能就是教练的想法 有的时候在旁边看的时候觉得 你这个时候可以改进一下 是 但是非常喜欢这样的一个解说模式 没错 那今天因为其实相对来讲 结束的比较快 所以冰选手有没有自己其实还想玩的 但是没有玩到的英雄跟大家透露一下呢 刀妹吧 刀妹也是也是阿兵非常想玩 并且擅长的一个英雄 而且solo的时候也是特别强的 对吧 是 没错 那最后要问一下 因为阿兵明天还要参加我们的正赛嘛 说实话就是教练们 包括自己有没有去想一些 要怎么去打会好一些 对 我目前还没有想过了 明天就是大家再考虑一下 明天也是期待一下明天的一个表现 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颁奖嘉宾 2021名人堂成员 刘萌PDD来上台为我们的阿兵颁奖 有请 有请 再次恭喜冰选手真的是 兑现了自己 solo king上来就晃得很晃 来就是拿冠军的 再次恭喜 两位也请看向前方 一起来合影留念 咱们